耶穌會以祂的愛來犧牲奉獻, 那以英文來講,中文翻譯的就是一個贖罪的。 那以英文來講,中文翻譯的就是一個贖罪的。 新約也有出現過, 新約也有出現過, 但是新約也有出現過。 新約也有出現過, 但是新約也有出現過, 新約也有出現過。 但如果您看到, 在新約也有出現過, 這並不是說, 耶穌基督賺了一個人, 並不是說, 賺了一些贖罪的代價, 並不是說, 某人付了某些代價。 有一些人會以這樣贖罪的代價, 用不同的解釋。 有一種講法是付給魔鬼。 還有, 另外一種講法是, 將這個贖罪、贖價付給父神, 因為必須要以公義的來償還, 一些不公義的。 那樣子的解釋都是錯誤的。 耶穌基督賺給任何人, 並沒有付給任何人。 因為其他人沒有付錢, 他們不能付錢。 因為我是英俊, 我會找一個例子, 因為語言有很多遊戲, 因為語言有很多不同的語言。 我會解釋你, 一般的英俊人, 他會如何理解這個詞。 因為語言有很多。 即使語言有很多, 他們不只是付出什麼, 而是出發。 例如, 我可以說, 我會感到悲哀, 今天我會聽到, 你很好, 所以我會出發。 所以, 我會出發。 他不是只付出這個人, 他還得到釋放的意思。 我心裡很焦慮, 因為你病了, 病得很重。 但我今天聽到, 你痊癒, 你痊癒, 我完全得到釋放。 所以, 我會給你一個例子, 我會給你一個例子, 去解釋一下, 究竟是Litron。 這是翻譯成Ransom。 但是, 這個字, Ransom, 帶著很多文化的文化, 帶著很多文化的文化。 有些文化上的議題在裡面, 有些誤解。 假如, 某些人是病的, 不是病的。 你會說, 每個人都是病的, 我們是病的。 我意思是, 每個人都有可能生病, 還有這個死亡, 都在等待著我們。 這個疾病也是重視的。 所以, 我們也希望, 某個狀態, 讓我們從這方面的疾病得到釋放。 這就是希臘文所講的釋放。 聖餐就是讓我們可以得到釋放的。 這就是我們領受, 得到真正的生命。 這就是為何耶穌, 成為了Litron。 而不是英文所翻譯的書架。 我再次說, 誤解我們。 這就是耶穌讓我們得到真正在生命上, 一些苦難得到釋放, 而不是英文所翻譯或中文翻譯的這個書架。 他說, 是為了很多人。 這是為了所有的人, 但為什麼是為了很多人? 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。 耶穌已經給了, 但如果你想要的話, 當然可以, 他也不會強迫你。 所以, 這就是祂的生命, 讓我們可以釋放。 最後一部分, 先說, 耶穌會被逮捕, 然後會釘在十字架上。 他會釋放耶穌, 然後會釋放耶穌, 然後會釋放耶穌, 然後會釋放耶穌。 耶穌並不是說, 像某個人被逮捕, 然後被逮捕, 然後被逮捕。 耶穌在十字架上。 他會釋放耶穌, 他會釋放耶穌, 耶穌也說, 我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招離。 而不是任何人可以直接奪走他。 他容許他, 所以他的生命, 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生命, 給所有人生存的聖靈。 對不起, 我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生命, 我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生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